國際話題我們來看喔 馬上11月5號美國就要大選了 選前的這個民調呢 現在好像有一些不一樣囉 開始有逆轉了嗎 川普勝率逆轉 所以我們來看 入主白宮的大預測 這份民調 首先我們看 這是路透社跟IPSO 做的一個民調 10月22號的時候發布的 首先呢我們來看到 川普跟賀錦麗 這分別是他們支持度 川普43% 賀錦麗46% 好這是10月22號 那麼在經濟問題上呢 川普略勝一籌46% 移民問題呢 也是川普好像領先比較多48% 但是呢在政治極端主義 跟民主制度威脅的部分呢 賀錦麗拿下的分數支持度 會比較高 那因為賀錦麗呢 她是支持婦女的墮胎政策 以及有關醫療保健的 主要優勢她是在這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經濟學人就不一樣囉 10月21號 她最新的一個預測呢 有沒有看到 川普是贏賀錦麗的喔 兩份民調的 誰輸誰贏是完全相反的喔 賀錦麗45%的支持度 川普54%的支持度 這等於是8月份以來 川普第一次的獲勝喔 全國支持度差距 只有1.6% 那其實現在美國已經開始投票了 對沒錯 美國有提前投票的制度 有一些關鍵州已經起跑了 1700萬人提前投票 所以拜登居然在這個時候說 我們要把川普關起來 他是要把他政治關押 把他鎖在門外 這是我們必須做的 結果被川普陣營炮轟 那拜登跟賀錦麗是政治破壞耶 好我們首先先來看 經濟學院這最新的預測喔 美國總統大選的支持度 出現了一個重大反轉 那共和黨的川普 據說他的勝率呢 以這份民調來看的話 高達54% 8月以來第一次 那一向呢 不沾政治的微軟創辦人 比爾蓋茲 這一次他做了一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風向變了 他捐了5000萬美元 大概是16億台幣 捐給誰呢 捐給了支持賀錦麗的 非營利機構 所以也引發了大家的關注 美國總統大選出現反轉訊號了嗎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 公布最新預測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再度入主白宮的機率 高達54% 超越對手賀錦麗的45% 是8月以來首見 川普在過去一週上升了6個百分點 在可能決定大選結果的幾週升時 略有提升 反觀過去一個月 賀錦麗在全國性民調 領先對手的幅度穩步縮小 而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調則顯示 賀錦麗以46%對43%的微幅優勢領先 選戰進入最後兩週 川普到了邁阿密 參加與拉丁裔商業領袖的圓桌會談 載批對手在此刻竟然跑去休假 而他接受退役摔跤手送葬者的訪談時 又提到巴黎奧運女子拳擊賽 明顯朝著我國奧運女將林玉婷 和阿爾基利亞拳后而來 離譜言論再度引發爭議 民主黨方面前總統歐巴馬出馬 搖擺州威斯康辛州造勢 警告川普將在任內變得更老更瘋狂 而維然創辦人比爾蓋茲 最近則向支持賀錦麗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捐贈5000萬美金 他之前從未表態支持賀錦麗 私下也沒有交情 如今卻大動作捐款 面對外界預測他回應 這次選舉不太一樣 知情仍是透露 比爾蓋茲表達了對前總統川普 再次入主白宮的擔憂 記者綜合報導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掉等他的現象 你有陰系雖然 可以了解 你呢 可� ت子曼